就是假如真的走得起的情况下 彩礼一发事 哦那没有要求 你有不要是吧 没有给不要不给不要 画面中的这两个人 是今天来相亲的男女主角 相亲现场 男嘉宾主动问女方对彩礼的要求 女嘉宾的回答简直是一个惊喜 这绝对是老年相亲界少有的画面 那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呢 王精心 王大哥51岁 离年收入10万元 住房情况150平 进来就能闻到一股这个米香味 对啊米香味啊 我这米给你说卖一家都回好家 比如卖你一个了 你吃好吃 你什么朋友了 同事了 你吃米好吃了 你都来了 目前王大哥正在经营一家大型良游店 生意非常的不错 回头客总是源源不断 说着顾客就上门了 有人啊 都老回头客了 吃好了 你问一下 五十袋了 哎呀我这 见大客户上门 王大哥赶紧忙活起来 热心的红娘也主动上前帮忙起来 货装上车的差不多了 于是红娘从侧面了解起王大哥的人品来 吃他家米是多少时间了 是啊 那你跟他肯定认识定长时间了 人怎样呢 人也不错 人也不错 王大哥是个能吃苦的人 他一直不舍得花钱故人搬大米这样的体力活 八九个我能背 二百来斤 身体好 这跟前一般小伙都没有身体好 不仅能吃苦 王大哥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他其实早已有了安排 年收入吧 我自己可能十万左右吧 但是有媳妇我出去开车 那天上车里走一圈卖了一百多袋 如此精明能干的王大哥 也有两段不幸的婚姻经历 跟孩子他妈我俩离都六七年了 那时候我们俩玩球球 那时候玩啥 就跟妈见面了 让我知道 就用这件事我俩就弄不弄 一三年王大哥和前妻离了婚 两年后 王大哥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第三年也挺好 就是按着在家结婚观影团了 都撒小脾气 我们这后等了机 我们俩俩还是不行 那如今的王大哥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找一个就是开朗一点的 四十五 让我小一点的就行 就长年轻的时候 大一次两岁也行 但是对家太老了 不得替人家能做满就行 别整个事了 乐时候说这俩人 了解了王大哥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哎姐 你好 你好红娘甜甜 段凤真 段大姐四十八岁 离无住房 大姐你是现在这工作呢吗 我在这那就算是吧 我在这找工作 段大姐目前在长春打工 她平时就和姐妹们挤在中介提供的宿舍里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室舍都在这等 住着 然后有个室舍工作了 就和这个副主家去了 对对 显然段大姐的人缘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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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你 好 可以有那个爱心 好 特别实在 特别实在 段大姐跟红娘说 她非常渴望拥有一段甜蜜的感情 因为在前段婚姻中 她过得非常的不幸福 我一八年 一八年 最后忍无可忍的段大姐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的段大姐一直在外漂泊 如今的她非常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 她和王大和会擦出啥样的火花呢 你认识 我姓王 叫王建兴 我那个73年了 叫做凤枕 握个手 你好 刚刚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惋溢 对大哥第一 咋样 行 挺好的 凤枕挺有缘缘的 缘也挺好的 看她姐咋样第一一下 还行 挺好的 你长得挺 慈善的样 挺好的 有没有缘缘 缘缘还行 接下来 王大哥向段大姐介绍起自己粮油店的情况 咱家都是那个存产民 住住的一股香味 我们大乡 我们大乡 这个香水对谁也是无害的 弘娘也不时时期地为大哥助力 这个大哥这个收入找了 然后大哥说呢 还行 但是一个人反正是这些收入 就要是再有个伴的话 就是媳妇能开饭店 她还能再出淘宝 这收入还能用 段大姐也主动地向王大哥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那个就是家政找的那个找小单位啥 做五六位饭啥的 行 挺好 不累 可能是有点紧张 现场的范围稍微有点尴尬 也不是紧张不知道说啥了 紧张不知道说啥了 你也站着了 你脸蛋也往这个里边走走 那看看 宫内的弘娘一句话 就巧妙地化解了尴尬 现在就自己在这儿 然后大哥这个居住的环境 你觉得咋样 她行吧 大哥反正市里现在没有房子 对于王大哥目前没有房子的问题 段大姐给出厂量的回答 行 那倒没事 这也是行 咱俩都一样 看来段大姐对王大哥这个人很满意 而接下来 王大哥介绍起自己的婚姻情况 跟孩子妈离七八年了吧 都忘了 后来又找一个 也是挺好的 饭味都不错 就是性格还是不行吧 这不免让段大姐有些顾虑 找一家吧 就不想找第二家 都大年龄了 不想再回答 这个不想 大哥也是没有办法 人要是说能好好过日子 谁也不想再走 是 听过红娘的一番开导 段大姐终于消除了顾虑 接下来 两人开始聊到彼此的兴趣爱好 麻将 烟牛啥都不行 那这方面挺满意的 大姐呢也会不会 我也不会 我平时也就是听听歌 啥也偷偷看 可能是越相中对方就越紧张 吃饭你吧 没腿了 看着心仪的王大哥 段大姐竟给他打出这样的分数 你觉得大哥一个人一百分满 他能给大哥打多少分 一百分满 打一百分满 接下来 王大哥问起了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 就是假如真的走在一起的情况下 彩礼一遍 面对彩礼的问题 段大姐的回答简直是个惊喜 眼看两人的相亲坚入佳境 此时段大姐向王大哥问起 她最在意的问题 关何事 打算多少时间 这种啥呢 感情好的事 随时都可以了 你得了解一遍 对 那必须不得了解 那天就整个证了 过了一遍两月 再分成年效果 关于彩礼和领证的问题 两人都达成共识 我觉得这两人真是太合适了 真替他们高兴 也看到了午饭时间 王大哥热情的邀请大家一起去吃饭 你不紧张不上乱了 我想说就吃饭去吧 都累了 吃饭啊 慢慢吃 别吃别凉 王大哥说 今天遇到段大姐之后 让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另一半 因此 她还特意为段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 来美女来 送点花吧 谢谢 没收拾过花 没收拾过 四十大 浪漫一把 谢谢 哎呀 这束花 感觉特别惊喜 漂亮 那特别香 之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对于这场相亲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